先代表本署向各位傷病者致以心切為問 我交代一下今天我們的救援情況 消防署在今天上午7時53分接獲報告 指在油麻地佐敦道13至15號華峰大廈發生火警 消防人員在7時56分即是3分鐘後到場 因為現場火勢非常慢烈 並且接獲多過求助個案 所以在到場後11分鐘即是8時04分 將火警升為三級 消防員出動了218位消防及救護人員 動用了兩條喉、兩條降梯水塔 以及兩隊煙霧隊進行灌救 總共派出35架消防車輛 以及24架救護車輛 火勢在8時54分被包圍 10時受控制 並且在10時30分大致救息 火牆涉及不同的流程 主要是1至2樓 面積大概是20米乘20米 行動裏面 消防人員在多個樓層及受影響的單位 救出了250人 另外有50人自行疏散 火警裏面共有41位受傷 至於傷者的詳情 手項交給救護同事 和大家再交代 起火原因方面 現在尚在調查中 消防署已成立了專案組 由一位消防高級區長帶領 主要會就今次的火警成恩 以及導致有不同的死傷者 這個原因進行進一步調查 很討厚 注意到這次出發 祈禱 正是 有